当我再次出现在这熟悉的门前 是否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时间真快 一眨眼搬家都一个月了 这期间忙来忙去 也没故事上回老房再看看 老话说得好 真是距离产生美 所以我只有离开你 你才知道我的好 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家 在住的时候 看到好多问题 门口大坡 不好停车 大片绿植 蚊虫太多 满屋台阶 贼容易渴 由于房屋老话 下水管道坍塌 还留了个洛杉矶赌王的传说 但正因为是我们的第一个家 这里有太多太多回忆了 妹妹跟壮壮 都是在这出城的 小爷 没有壮壮图片 能摸度高 咖啡喝成了 而且各位可能有所不知 在我们家的聚餐频率 仅次于我相隔家 就在这个桌上 跟哥哥们举杯畅饮 嬉皮笑脸 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日夜 给不知道喝过了多少次 那是你 回忆到最后 好多物件变成垃圾了 垃圾一张 给我回忆也带走了 刚想跟着房屋拜拜 没白了 我个大马路上捡了个手机 继续打个事 下集再说吧 好消息啊 我老房子 要被一位神秘买家给买走了 这边有个传统 如果买家相中一个房子 特别喜欢 那他会用很诚挚的语气 写一封信给买家 那不出所料的话 我也收到了这么一封信 在我通筑这封信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不得了 这个房子的买家 是美国总统里根的孙女 客户他们两口子 哎呀呀呀呀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房子 他们两个将用作婚房 恳请我能把房子卖给他们 这话说的 你只要钱到位 那我肯定卖给你 对不对 但是他们的报价 确实就有预期 稍微就略低 那么一呐呐 这房子能住三年半 也有感情 就希望能找一个 靠谱的好人家 能继续地好好对待 所以说给总统家族 我觉得问题不大 卖就卖了 整栋房最舍不得的 就是你了 我的老伙计 来吧 再拉一次 以后就堵不着你了 前两天我发个视频 说我们家为了孩子上学 准备搬个学区房 这个事大家挺感兴趣 评论区里面 有很多疑问 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一条 读评论的活动 我在这边公开回复 第一条 别梗弟弟你本 这个过 原来米国也有学区房 没错 有 每一个学校 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来打分 从一到十分 而且网上很容易 能查到这个学校评分 包括你今天的住址 能上哪个学校 他是多少分 都有 很详细 这个分也不是稳定不变的 还会根据你学校的师资力量 成绩进步 包括出没出什么恶性事件 来调整这个分数 所以这个问题 记住是有的 还有这哥们的 为了孩子要一定放弃学区房 要去好的私立 不要为了伤害先把孩子给毁了 首先 我承认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这哥们也在美国生活过 看我他主见的 为什么 我还要上学区房呢 好的私立 他也在好的学区的里面 或者边上 我家现在这个区呢 开到这些所谓的好的私立学校 来回可能得两个小时 不堵车的情况下 所以我搬到了一个学区里面 那我既可以选择公立 也可以选择私立 具体选择什么 我还没有想好 送他上学 不管上啥 可能来回20分钟就搞定了 这房看着压抑不通透 没这些难以 说的非常好 那为什么还要选择他呢 很简单 不够啊 不够啊 这个新房子 是我们能力范围内 能够到最好的了 就这么简单 我也提到了 想买这个房子的话 得把现在的房子抵押了 逢个首付 然后再把房子卖了 再接着换贷 而且这边买房子的话 每年还有一个地税 每年都要交 这个新房地税 是房屋总价的1.2% 每一年哦 打比方 如果是100万的房子 那每年就有1万2的地税要交 还不算什么 物业费啊 乱七八糟这种费用啊 所以真的压力很大 接这个话题 我也说一下 为什么不租 因为在美国 如果你租一个学区房 你也是可以 在这个学区里面上学的 租其实也很贵 这个房子的租金 跟我每个月 还贷的数额是一样的 那我为啥不买呢 有人会说 这是你赋予的钱 可以做投资的 就我这个头脑 还投资吗 卖车都卖不明白 我还是踏踏实实的 放在不动产里面吧 这个房子还有升值的可能 我要是投资的话 可能就血本不归了 不说了 我就干活赚钱了 拜拜